苏州地铁11号线今天开始试运营的哈 大家有听到这个消息吗 可能很多朋友还不是特别清楚 为什么我们要提到苏州地铁11号线 因为这些线都今年将要与上海地铁11号线连通 也就牵手 这是今年花侨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就有很多朋友可以从苏州昆山花侨再到上海去 就整个打通了大概全程两到三个小时左右 这个事情达成了对花侨有什么大影响呢 其实有很多人讨论哈 大的就不说了对吧 大家都知道其实这是长三角一体化很重要的一个工程 那花侨在这个关键节点里面一定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对吧 而且我们看到地铁线 我们也明显看出来上海11号线在花侨有三站 然后苏州地铁11号线在花侨有四站 花侨仅仅是一个只能有这么的站点 我觉得算是非常给花侨面子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荣耀 那对于我们普通居民呢 首先第一点一定是给我们多增加一个书行的方式 对吧 很多人说我可以开车 我可以坐高铁 我为什么坐地铁呢 对吧 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苏州很大 上海也很大 其实很多朋友 他不一定说非要去上海的市中心 去外滩 去迪斯尼 很多朋友其实也是在 比如说嘉定啊 普陀这地方上班 如果有这样一个地铁 我住在花侨 我可能到嘉定就要十多分钟就到了 到普陀也就是三四十分钟 就非常非常便利的 那原来其实11号线的花侨地铁站 它还算是处于花侨的老城的一部分 那现在其实延伸的几个店哈 包括我们看到几山路站 花侨博乱中心站都算是在花侨的新城区了 新城区其实有大量的这种房地产的开发 其实大部分人是住在这一块的 对于这部分人来说 我觉得他们将来去上班轻松的很多 原来是什么通讯方式 原来比如说我住在万科 很多人如果要去上海上班的话 首先第一点在万科这边 要么你自己开车到花侨地铁站 可能要二十分钟 早上很堵的 要么你就是坐公交车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要么有骑自行车 也就是半个多小时 那骑自行车或者摩滴等等 就是夏天很热冬天很冷 这就非常麻烦的 那有这样一个地铁以后 很多朋友可能骑车或者走路 大概几分钟就到了这个地铁站 然后直接就可以去上海了 整个时间上也短了很多 是外部环境影像也短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至少给大家有很多的通勤上的便利 另外一点大家也知道 有地铁的地方 它的房价都是相对比较保值的 我们先不说升值 因为毕竟这几年就是房地产行情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保值性还是比较强的 而且现在好像房地产 还有一点稍微往上走的这样一个趋势 对吧 我们不说大涨吧 我觉得有这个地铁 至少地铁站旁边的一些房子 还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至少又把一些小区 或者某些地块 它的价值又提升了 对于那些没有开发的地块 未来对于花侨政府来说 可能又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了 然后大家也知道地铁增加 其实增加了大家的效率 效率增加了以后 其实很多事情就是都可以打开 未来可能这边的信息资源物流等等 可能都会往这边走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以期待的 另外我特别研究了这11号线地铁站 我发现有个站叫做夏桥站 其实我对除花侨的几站以后 我都不是特别熟悉 但是我特别搜了一下 我发现它原来取的名字叫做 陈铁花桥站 这个是个什么地方 大家有听说过吗 花桥原来是有一个火车站的 但是因为可能人流量不是特别高 所以那个火车站没有运营呢 那这个11号线地铁 这一次在这一块设了这个站点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可能在战略上 我觉得这个地铁站在不久的将来 还有可能会开通运营 那开通运营到底有多方便 现在大家也知道 如果我去徐大会 或者是去市中心 我怎么要一个半小时坐地铁 对吧 那如果这个火车站开通 将来假设如果联通了上海的一些火车站 可能到上海市中心只要10分钟左右 那很多人从自己的家 到这个地铁站 再到这个火车站 可能半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到上海市中心 想想这个便利程度 甚至比在上海的某些区 到市中心还快很多 所以细细研究 我觉得可能的前景还真蛮好的 所以这里也期待 苏州地铁11号线能够尽快开通 然后也期待花桥的火车站 能够尽快开通 真的想看看 未来5年和10年之后 到底花桥能发展是什么样子的 好 这是讲对花桥可能的影响 没有完全说到 大家可以留言补充 到底能带来多大的利好 另外一点 我就想讲讲 就是大家的一些疑问 大家说 3月1号 地铁11号 既然已经试运营了 为什么我们做不了 我特地查了一下 它只是试运营 也就是说 它是载重不载人 相当于就是 它是尝试着开车试一试 然后我看他们的介绍 他们说总共有三个阶段 我这些贴图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三个阶段 我们可以怎么做比较呢 就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有一场演出 我们一群人在这里 做一个舞蹈练习 对吧 那我们肯定要分个三到四步 第一步是啥 第一步 我们可能要跟着这个音乐 做一个慢节奏的排练 对吧 第二步就是我们 就练熟了以后 我们就要快节奏的排 第三步是啥 第三步就是我们觉得 就是感觉练得还蛮熟悉了 那马上我们就要做啥 就是彩排 彩排完了以后 才是我们正式出厂 正式出厂据说 那个大概是在2023年6月底 也就是说 距今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坐上这个地铁了 那到时候 我亲自带大家去体验一下 坐这个地铁 到苏州 或者到上海 到底什么感觉 而且这个地铁线上 有很多旅游景点 比如说阳城湖啊等等 大家都没有去过 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期待一下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雨晨 关注我们下个视频点 拜拜